风神演义中,商朝的灭亡很有戏剧色彩,作为天神的女娲娘娘,仅仅因为商咒王骚扰了她,便决定灭掉商朝,当然女娲借口说商朝气数已尽,但冒犯在先,打着气数已尽的旗号难免遭人非议,不过风神演义,毕竟是数千年后的文学作品,肯定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研究,不过小编无意中发现,其实吟商的灭亡跟神仙的确有着重大的关系, 风神中说商咒王骚扰女娲,这个肯定是不存在的,而殷商灭亡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揭开历史的阴影 这里是圣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约公元前1076年,商王帝宇在位第26年因病去世,由于帝心是帝宇的嫡子,便继承了王位,在他登基的第七年,有一日上朝,大臣商荣禀告说,第二日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大王应该前去锦香 要知道,帝心从小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行事果断,学习快速,而且体力惊人,能够空手与野兽搏斗,他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十分自信和骄傲 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没有人能够制约他 因此,当商荣说要他前去女娲宫给女娲娘娘进香时,帝心表达出了万般不愿,寡人是人王,为何还要屈尊降贵去给女娲进香 商荣立即制止帝心道,大王万不可这么说,女娲娘娘是上古神女,为补天功德无限,庇护着天下万民,您是应该去进香的 于是,在第二天帝心还是去了女娲宫为女娲进香,然而在那里,他看到了女娲娘娘的神像,被其美貌所吸引,便在墙上提了一首诗,赞美女娲娘娘的容颜 这首诗大意识,首先夸赞了女娲娘娘的美貌 后来又说,只要你能动一动,就回到常乐宫,陪伴我这个君王 然而,女娲娘娘见了这首诗,勃然大怒,他绝不容许有人这么亵渎他 于是,他派出了三个妖怪,分别是轩原坟,狐狸精和九尾狐,去迷惑咒王 让他沉溺于酒色,荒废朝政,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其实,商朝灭亡,不只是地心亵渎了女娲娘娘,还是因为他动了众神的蛋糕 千百年来,咒王的暴君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觉得他一无是处 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为咒王开始平凡,说他虽然是一个暴君 但他的为政举措也有许多进步的地方 而且,商朝灭亡是大势所趋,咒王也曾推行了许多改革,但并没有取得成果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历史上真实的咒王 西周时期的尚书中记载的咒王罪行有六条 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妻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 是欲加之罪,还是却有其事 首先我们来说酗酒,这条不大可能是杜撰的 因为在殷商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 它们是殷商人的重要的生活用品和礼仪器物 其中,以酒器为最多,占了青铜器的一半以上,说明殷商人非常重视饮酒的习俗和仪式 这些酒器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文式,展示了殷商人的酒文化和青铜工艺 所以,历史应该是,不只是咒王酗酒,当时的商人也很爱酗酒 而且西周建立后,周公但在《酒告》《无义》 等书中,就常常告诫周人不要像商人一样饮酒勿事 再来看第二条信《有命在天》 意思就是说,周王自称寿命于天 但是众所周知,周文王可是一个占卜高手 他经常对事情进行占卜 这点在各个影视剧中就能看出来 不过,周人还十分双标 在他们的眼中,却对文王或者其他的周王的寿命于天大家歌颂 第三条就好理解了 不用贵妻旧臣,就是说周王不喜欢士族 他喜欢提拔平民百姓 周王在位时,改变了用人制度 大肆提拔了一些出身低威 但是能够迎合他的欲望核心意义的小臣集团 比如非联,鄂莱,沸中,左江等 这就很好理解了,周王动了贵族的蛋糕了呗 与此同时,在史书上记载 周王对外加强了诸侯国的控制 对内推行了法律改革,种种举措 用封建时期的一句话表示 就是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实这些举措,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 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都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政治的形式 从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 而贵族政治使得贵族门阀 控制了政治的资源和权力 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和不平 阻碍了阶层的流动和变革 固化了利益的分配和结构 因此,你会发现 只要在中国,像九品中政治这种贵族世袭制度 才是被士族所喜欢的 如果将平民纳入朝政 就会遭到批判 下一条 听信妇人言就是指咒王宠信妇人 不过,我们稍稍了解一下商朝 就会发现 这个时间段 女性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著名的女将军富豪 还能上战场打仗 立下了汉马功劳 那咒王让妃子参与到朝政上来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吧 还有神话中被打击禅言害死的笔干 在真实的历史上是怎么死的 其实笔干曾经多次向商周王敬言 劝他改正暴政 挽救国家的威王 但都被商周王无视和拒绝 当周五王率领各诸侯兵围攻昭戈时 商朝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商周王却依然沉迷于酒色 不理朝政 不顾民生 不听军情 不知危机 笔干再次上书 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对策 他认为 当时商朝的主力部队还在外面作战 没有回到昭戈 如果能够以昭戈的各部落的俘虏 和剩余的军队坚守城池 拖延时间 等待外面的部队赶回来 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内外夹击 打败周军 保住商朝的江山 但是商周王却不听笔干的建议 他自负地认为 他的军队是天下无敌的 于是他便以乱骑军心之罪 将笔干处以急刑 将他杀死 在伦语 威子和史记 宋威子世家中都有记载 威子去之 姬子为之奴 彼干剑而死之 王子彼干者 亦咒之亲戚也 见姬子剑 不听而为奴 则约军有过而不以死争 则百姓何孤 乃之言见咒 咒怒约 无闻圣人之心有蹊跷 信有诸乎 乃遂杀王子彼干 枯视其心 最后一条 不留心祭祀 众所周知 商朝时期的祭祀 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咒王对其进行了改制 他强行实施了周记制度 这是一种以周为中心 以咒王为主宰的祭祀制度 他规定了祭祀的时间 地点 对象和仪式 将祭祀的范围 限制在周的领地 和周的神灵 排除了其他的部落和神灵 虽然他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巩固咒王的权威和统治 削弱其他的贵族和部落的影响和势力 但很明显的是 在祭祀的时候 人和牲畜的祭祀 大大的减少了 既有利于保存劳动力 还避免了家畜的浪费 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综上所述 商朝之所以灭亡 根本原因在于 咒王动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 并非像风神演义中那样 是因为荒淫残暴而灭国的 女娲是我国古代 神话故事中的上古神仙 女娲造人的故事 更是深入人心 因此这个虚构出来的人物 为何会跟咒王扯上关系 除了作者想通过 咒王亵渎女娲的故事 告诉人们 她很好色之外 还想说明 她不把神底放在眼里 在殷商那个思想 还未开化的时代里 人们对神灵 都有着至高的信仰和崇拜 甚至将自己的身家性命 都托付给神明 无数崇拜 也成为了从君王到百姓 都信奉的真理 当人类的文明 不断发展的时候 神底所带来的的影响 就越来越少 到了战国时期 人们已经完全跳脱了 依附神底 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念想 明白了想要成功 就只能靠自己 因此 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时 从未败过神求过佛 他成为天下主之后 便开始加强中央集权 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 去达到想要的目标 当时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 这些想法是会遭到反对的 因为那时候 还残留着原始社会的部落文化 君王能统领国家 基本依靠的是神的意志 这种依靠 体现在当时诸多庞大的祭祀活动之上 君王要通过祭祀 让民众明白自己的神选中的人 因此在民众心里 除了君王之外 能主宰一切的 只有神底了 被神权笼罩的殷商之下 民众有理由相信 君王也应该跟自己一样 信奉神明 尊敬神明 然而咒王却不是这么做的 从他对女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 神在他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历史上真实的商周王 其实也并不一无是处 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但因为力大无穷 被父亲亲定为王位继承人 他刚继位的时候 殷商已经处于衰弱时期 他力挽狂澜 进行了理智改革 他在位期间 还平定了东夷叛乱 将殷商的版图 扩张到江淮一带 从此以后 他便居功自傲 再也听不见朝廷的劝谏 甚至生活上荒淫无度 虽然他做了这么多残暴的事 但却不能抹去 理智改革带来的益处 在改革过程中 周王变更了用人制度 将一大批 非氏族官家出身的人 提拔上来 这种做法 在那个时代 其实是非常超前的 要知道 是族门法垄断 朝中政权的现象 到后期隋文帝时 才开始被虚弱 而正是因为 他这样的做法 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利益 同时 他还用残酷的刑法 去镇压贵族 使得大家对他 起了反叛的心 为了提高自己王的地位 周王还颁布法令 缩小神底祭祀的范围 这项举措 使周王想将自己 上升为人间的神 然后一步步打破 神权笼罩的现象 他这样的做法 可以说触犯了众神的利益 有学者评价 周王除了残暴一点之外 他其实是个文武双全 却有着帝王才能的人 但从他敢于迎难而上 大胆改革这点来看 就说明他的有勇有谋 但可惜的是 他得罪了太多人 在《封神演义》里 除了残暴之外 还妄图 想要与神平起平坐 而惹怒了众神 所以在打击的 从中搅和之下 殷伤走向了灭亡 因此他亵渎女娲 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女娲即使权力再大 也不能逆天而行 但他想让殷伤灭亡 因此就借了千年狐妖的手 一步步将周王 带入触犯众神利益的漩涡 正是一环扣一环 早有定数 未经许下 我认为